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来讲6.3.1重力位趋势 当我们讲趋势的时候就是指这个东西它随时间的变化 所以这个重力位趋势我们上一节也有定义过 它就是你把重力位对时间偏为分的这个部分叫重力位趋势 我们这里会用到两个方程式 就是准地转窝度方程还有一个是热力方程 我们要用这两个方程式来推导重力位趋势方程 那它的导的方式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把 这个准地转窝度方程还有热力方程都改写过了 然后改写的目标就是让它的垂直拉伸向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在假设这个是绝热过程 所以热力方程的最后面这一项有一个J的在这边 J是非绝热加热 那所以如果是绝热过程的话这项就是零 那这个假设是在中纬度纵观天气系统的情况下会是很好的假设 那我们现在就是你可以把热力方程的垂直拉伸向它移到等号左边 然后其他项都移到等号右边 那你就把它带到准地转窝度方程里面 那稍微整理一下你就会得到下面这个红色框框框起来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中纵位趋势方程那这个过程就要请同学纸笔拿出来练习一下 好那如果同学已经把中纵位趋势方程导出来的话 现在有ABC三个项我们讲一下这三个项的物理意义 那A的话是local geopotential tendency就是局部重立位趋势 就是你在一个固定的定点去观察重立位随时间怎么改变的意思 这个前面中括号刮起来这边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它是一个二次微分项 所以这边有一个laplacian水平方向上对空间的二次微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这里它对P就是垂直方向上做了两次微分 所以这个也是二次微分 二次微分在数学上面的意义 我这边画了一个示意图就是 那如果它是像我们现在红色的曲线这样表示的函数的话 然后我这边画一个浅蓝色的曲线 低于这个平均状态下这边表示我们的这个开这个重立位趋势是负的 然后高于蓝色曲线这个平均长的话表示它是正的 这个函数如果我们把它做二次微分在空间上做二次微分的话 它的正负号就代表你这个函数它的形状 所以现在右半边这边是往上凸的 所以你把这个开微分两次之后它会是负的值 然后左半边这边它是往下凹的 那所以你把这个开微分两次它就是正的值 那意思就是这个A这一项它是二次微分的 我就写成laplacian开这个样子 它会正比于这个原本的值再加一个符号的意思 那这个先记在心里面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那B这一项等号右边这一个 B这个项其实就是涡度瓶流项 括号里面这里就是绝对涡度 这个laplacian 9 potential这一个是相对涡度 然后F4行星涡度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是绝对涡度 然后前面有一个T度 所以是绝对涡度的T度 被VG这个地转风瓶流的效应 这个叫涡度瓶流项 B这一项是在大气的中层或高层这边比较主导 C这一项我们叫它厚度瓶流项或者是温度瓶流项 这个会在低层主导 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温度变化是受到近地面的地表情况在影响 所以温度T度在近地面会最大 接下来我们来讲B这一项涡度瓶流项的物理意义 我们先看短波对大气短波来讲就是波长小于3000公里的波 因为我们在500毫八的等压面上面你可以看到等高线 然后你在涡区这边对短波来讲它的相对涡度瓶流会大于行星涡度瓶流 这边是相对涡度瓶流 然后下面这半边是行星涡度瓶流 相对涡度瓶流在这边是负的 然后行星涡度是正的值 但是相对涡度对短波来讲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两个你把它加起来说它会是负值 所以上面这边你看到这个前半部这里就是相对涡度瓶流 然后F这里是行星涡度瓶流 所以B这一项在E区是小于0的 那前面这个Laplacian开就会等于一个负值 但是Laplacian开又跟负开是正比的有关系 所以当你B小于0的时候表示这个开必须要是正的值 正的值就表示说重力位高度能会随时间增加 意思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边就会建立高压级 所以在E区这边就会长出一个高压级的意思 那2区这个也可以自己练习试着推论看看 基本上这边的逻辑跟你前面用准利短握度方程在解释 潮级系统到底是往东边移动还是往西边移动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多增加了去描述重力位 这样随着时间改变 这边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在潮几线的地方的时候 这边是潮线 然后这边是几线 我们在潮几线的地方的时候是没有渦度平流的 因为你在潮几线这边的时候 你的gradient zeta就是相对渦度的T度会是0 因为这边是平的行星渦度这一项 这一项是南北方向的风去平流F 所以你这个南北方向的风就是meridiano wind 因为在潮几线这边的时候地转风是东西方向吹而已 我们没有南北方向分量 所以行星渦度平流在潮几线这边是0 所以在这边你不会有渦度平流向 意思就是说渦度平流这一项它不会改变潮级系统的强度 那它只会让这个系统东西方向平移 然后它也会让这个讯号呢 就是你潮几系统在这边有什么改变 它会在垂直方向上会散步出去 所以有垂直拉伸的效果在 这边稍微讲一下也许有些同学听不太懂 什么叫系统的强度不会改变 其实这是我们原本的系统 它有一个正幅在 那如果是平移的话就是这个正幅不变 然后直接往东边移动或是往西边移动 那另外一种就是强度改变 强度改变是你的这个正幅会变深的意思 就是你这个潮加深 所以你看这边是没有凹的这么明显 但是如果是比较深的潮 这种我们叫比较深的潮 就表示它的强度比较强 C这一项你用原本的重力位趋势方程去看的话 可能比较不容易解释 所以我现在把热力方程再拉回来看 这个部分A的里面的这个第二个部分 其实它原本就是热力方程里面的等号 左边的那一项 这个我们之前分析过 当你是暖皮牛的时候 这个项会是负值 再来是C这一项 C这一项我现在把它稍微简化一下 就是把它原本在热力方程里面的那个样子拿出来 讲它比较简单一点 其实它跟上面差不了太多 就是差在这边的负号跟这个负号 两个其实可以消掉 这个partial 5除以partial p的这个代表的是 两个气压层之间的厚度 所以你可以看右下角这个示意图 就是我这边画了四个等压面 p0到p3就是有四个等压面 就是黑色的这个线 然后两个等压面之间的厚度 就是这个红色这项要表达的 所以这个我们叫它厚度 然后厚度在水平方向上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会有规点 那再来前面有个地转风 所以这个是厚度在水平方向上 被地转风平流的效应 然后你注意看这个厚度平流 再把它对压力做偏微分 那它的意思就是去计算说 这个厚度平流的效果 它的幅度 厚度平流的幅度 所以高度是怎么样改变的 那我们在大气里面 我们的厚度平流的幅度是属于高度地减的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因为温度的变化在靠近地面的时候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往高空走的时候 水平方向上的温度梯度会变小 所以你的厚度平流的幅度就没有 近地面那么大了 所以这个幅度会属于高度地减 那所以当我们越往高空走 这个P是在减小的 然后这个蓝色框框里面 这个厚度平流的幅度也是越来越小的 所以当这样子会分起来以后 这个绿色这个手画的这个 括号里面的部分就会是正的值 那现在暖平流会正比于这个C这一项的话呢 暖平流是负的值 然后它的厚度平流呢框框里面这里也是正的值 那前面这里有个复号 所以我们的负值跟负值可以消掉 那意思就是当你有暖平流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这个C这一项会是正的值 先记一下暖平流的时候 你的C这一项会是正的值 那现在暖平流的时候 这一项会是负值 负值表示你的开其实是正的值 拉普拉选开始负值的时候 表示你的开会是正的值 那正的值就表示重力位会随时间变大 那重力位随时间变大意思就是我们的那个这个灯压面 所以这时间会往上定 那就是会建立高压级的意思 所以当你有暖平流 静地面有暖平流的时候 我们上面的这个灯压面 它的高度就随时间慢慢升高 所以重力位会随时间变大 同样的这个推理我们可以用来解释一下 冷平流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那同学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看看到底冷平流的时候这个重力位 这个灯压面会怎么变化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厚度平流和潮级系统垂直方向上倾斜的方向 它们之间的关系 上半部这里是500毫八灯压面的那个潮级系统的示意图 然后下半部是我们潮级系统的垂直剖面 然后下面这张图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横轴一样是东西方向 就是跟上面的图是一起对照的 然后Y轴是压力就是垂直方向的坐标 然后这个图上面的实线 是我们把每个高度的挤的位置全部都把它连起来 就是这个实线 然后潮的位置也是这样 每个高度的潮的位置都把它连起来 然后它在垂直方向上 这张示意图里面画的是往西倾斜 就是你在地面的时候潮在这边 然后随着高度升高的潮渐渐的往西边倾斜的意思 那这个厚度平流跟系统垂直倾斜的配置 对这个中层的潮挤系统会不会持续发展 有很关键的影响 我们可以先看500毫巴的这张图 在挤线到潮线这一段 通常会有北风 这边会有一点北风的分量 所以这一段会有冷平流 然后从潮线到极线这一段 它会有南风的分量 这个地准风是往东北方吹 所以这边会有点南风的分量 所以这也通常会有暖平流 下面这个是禁地面的潮极线 现在我把这个极对齐 大概1000毫巴这边的这个点 然后潮这边就是对齐 AB中间的这个点 然后这个极一样就是对齐最左边的这个点 所以这个是禁地面的潮级系统 所以这样应该也比较容易看 就是往上看看到500毫巴 它是在偏西边的地方 那一样在禁地面这里 从挤到潮这一段也是会有冷平流 然后潮到挤这一段是有暖平流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说 你在500毫巴潮线的下方 靠近地面这里就会有冷平流 然后你在极限 500毫巴极限的下方就会有暖平流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温度平流会对潮极线的强度会有影响 那我们刚前面有讲过说 在那个潮极线的地方的时候是没有温度平流的 但是它会有很明显的温度平流 就是500毫巴潮极线的底下 近地面那个地方会有明显的温度平流 那这个温度平流会对潮极系统的强度 有很明显的影响 刚刚那个有请同学稍微记一下说暖平流的时候 我们的C那一项会是正的值 那所以现在这个重力位趋势在这边它会跟C那一项成正比 所以你在极限然后近地面有暖平流的时候 这项会是正的 就表示我们的重力位高度会随时间增加 所以高压极会建立 极限会变得更往上面凸 所以极会加强 然后在潮线的地方 它的近地面会有冷平流 这是前面那张图讲过的 那意思就是你在冷平流的地方 你的这个C这一项会是负的 那负的就表示你的重力位高度随着时间降低了 所以潮线会压得更深 所以极限变强 然后潮线也加深 这个又是发展中的潮极系统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垂直封面的图 所以你在500毫巴在这边的潮线 近地面这边如果冷平流的话 这个潮就会加深 然后在500毫巴高压极的地方 它的近地面就会有暖平流 然后它的极就会加强 那这样的配置 就是属于发展中的 超级系统 那我们要强调就是你的潮级系统必须要随着高度往C倾斜 才有办法维持这个潮级系统继续发展 那如果说你的系统是在垂直方向上是往东倾斜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你现在看到这个配置 上面这是500毫巴的等压面 这个是近地面的潮级系统 那现在如果我们把它移到这个西边来 让它随着高度往东倾斜 这样可以看出来吗 潮随着高度往东倾斜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你在500毫巴潮线的下方这里 你会碰到暖平流 那暖平流你在潮线这边如果你有暖平流的话 C那一项会是正的 只要有暖平流你的C那一项就会是正的 那意思就是你的重力会随着时间变高 那潮原本应该是凹下去的 结果你随着时间变高的话 你这个潮就会减弱 一样的你在几线 这个是几线 几线的下方你会有冷平流 那冷平流会让中力位高度随时间下降 所以这个几线就会 你那个原本的高压几就会掉下来 就高压减弱 所以如果你的系统是随高度往东倾斜的话 这个潮级系统 中层的潮级系统就会减弱 它没有办法发展 最后是作业五 所以我们要复习的是准地转系统啊 最后我们把它写成了中力位趋势方程 就是这个 那要请同学讨论等号右边第一项第二项 第一项是波度平流 第二项是后度平流 那这两项在中纬度潮级系统它的移动还有发展 也就是变强或是变弱 这个强度的发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第二部分要解释 为什么中纬度的潮级系统必须要随高度往西倾斜 这边的潮级系统